今天的無報大頭條看到有民眾劇檢還想要企圖衝撞警方 發生在昨天晚間就是南投警方當時進行夜市的攔檢勤務 有一輛自小客車駕駛它是開窗挑釁 而且還企圖要開車衝撞警察 遠景見狀之後開石槍制止 車輛有四處重彈沒有造成傷亡 不過這名駕駛是把車輛棄置在一公里之外火速逃離現場 現在警方在調閱周邊的監視器持續追查駕駛身份 車頭撞擊凹陷留下明顯擦痕 車體上則出現四處彈孔 右後車輪爆胎 所幸沒有造成人員受傷 原來十四號晚間南投警方在夜市進行攔檢時 乘客車駕駛竟搖下車窗挑釁 還企圖撞警 警方連開石槍制止 駕駛最後棄車逃逸 而警方表示白色轎車是全力車 車主已經點檔給當鋪 目前正調閱周邊監視器持續追查駕駛身份 這位上宇南投報導